特朗普对目前他自己的困境 实际上他自己还是很清楚的 但是他认为 即使众议院通过对他的弹劾 不要紧 因为参议院是共和党占多数 参议院需要三分之二的票数 才能够通过众议院的弹劾 因此特朗普认为 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会保他的 因为前不久在众议院讨论 启动弹劾案的进程的时候 实际上共和党没有一名背叛特朗普 所以特朗普对此还是信心满满的 认为参议院是保住他的最后的一个堡垒 这个堡垒是坚不可摧的 他对此是有很充分的信心的 这是一 第二 特朗普认为 即使国会认定 特朗普在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方面 和调查拜登儿子的贪腐案联系起来 是违法的 是不正当的 但是在特朗普看来 远远没有当年的水门事件 尼克松所做的事情那样恶劣 因为当时尼克松是派特工进入了民主党的总部 悄悄地给安上了窃听器 那么他认为他现在做的这件事情和尼克松当年做的这件事情是不可同意而已的 因此他认为他这个事情也没什么了不起 第三个 我想他会坚守一个底线 那就是他绝对不会承认 这件事是他授权的 也就是说他会把这个责任推给他的手下 即使国会调查认为 美国暂停当时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是由于乌克兰没有启动对拜登儿子的调查所致 但是我想特朗普不会承认 因为特朗普现在公开讲 他说之所以当时暂停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是由于欧洲国家推迟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所致 他这样做是为了迫使欧洲尽快地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所以他不会承认这两件事情 也就是说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和调查拜登的儿子有必然的联系 他不会承认 他现在不承认 将来如果他承认的话 那就意味着他向国会向司法界这个撒谎了 撒谎在美国是个非常严重的罪行 所以我想他会一直到底不会承认 他指示下做的这样的事情